每个人心里一亩田,每个人心里一个梦,用它来种什么?种桃种李种春风,三十年前,由三毛亲自作词的梦田,以音乐极度白的形式,唱出了三毛心中的那个不行的梦,也唱出了多少人心中,关于生活最质朴的那个梦。 三十年后,当人们在唇齿间清除出桃李春风,一个粉墙带瓦,桃李满渊的异象,似乎刹那间就浮现在眼前,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小镇,其间有风物之美和人性之纯,对小镇的怀想,对田园生活的向往,成了都市人倦勇的乡愁,桃李春风恰好触碰了这份难以割舍的乡愁。 桃李春风都是人的梦,一个青春白墙的庭院,回归生活的本真,一处斜阳碧草的暖剧,到达十亿的梦田,绿城地产清理打造的桃李春风,则折杭州临安,三面环山,一面临湖,风景优美,这块宝地历来繁华,小镇在当下的杭州则更显稀缺,除了占据稀有地段资源,桃李春风的产品打造也堪称大致, 桃李春风产品源自绿城地产打磨的经典中国小镇,桃李春风以工匠精神和中国几千年文化符号和元素,复兴中国文化力量,演绎中国小镇中的贵族。 当桃李春风遇上桃花园,当桃李春风遇上桃花园,让我们更加深刻的认知,什么是向往的生活?桃花园,是苏作文化传承者,苏作建设家具 四可新家具2018期下新作,产品在筹位期间便受到业内的高度关注,这中间步伐络绎不绝的追求者。 四可新家具与绿城地产,有着更多的文化区同和社会责任。 江苏四可新家具股份有限公司,创建于1999年,是一家以家具产品的研发、制造、营销与服务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家具制造企业,拥有此大生产基地,是中国最具规模的家具创新研发和制造企业之一。 企业自创立至日起,就树立了致力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企业使命,与绿城地产民族文化复兴不谋而合,彰显了一个现代企业的社会责任感。 桃花园,一简设,国际,温暖,舒适的研发理念,将苏作文化精、桥、简、甲的将新精神发言和传承,这与桃李春风的当代工匠精神一脉相承。 对于低成本的股货完全不认同,要做的只是以人为本,并赋予产品独特的价值。 桃花园,与中国小镇中的贵族为伍,桃李春风,在宅纸上花费的金钱,人力成本虽举,但小郭也是经验的,其自然景韵,人文环境,建筑魅力都已附加。 在规划设计和材质上,都有其极端完美的一面,这里俨然已成为越略理想族一的心中式生活场。 桃李春风是在西新年西城市背景,秉持天然合一的支柱观为和谐理念。 东开小镇圣境,小镇之中,无论宏观古局,或为官之一草一幕,都运借着当代中国交感天然的生息哲学。 桃花园,与中国小镇中的贵族为伍,桃李春风,在宅纸上花费的金钱,人力成本虽举,但小郭也是经验的。 其自然景韵,人文环境,建筑魅力都已附加。 在规划设计和材质上,都有其极端完美的一面,这里俨然已成为越略理想族一的心中式生活场。 桃李春风是在西新年西城市背景,秉持天然合一的支柱观为和谐理念。 东开小镇圣境,小镇之中,无论宏观古局,或为官之一草一幕,都运借着当代中国交感天然的生息哲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